好這個零鼓塔詐騙的事件真的是層出不窮 但還是會有人相信喔 在新北市有一個富人 他就接到了投資電話 對方就說你只要花五萬塊錢 來買十個零鼓塔位 就可以低價轉賣來獲利喔 第一次富人不宜 有他立刻轉賬來購買 沒想到啊 這個嫌犯再騙他第二次說 也有人要來跟你買這個塔位 但是你還要再多付錢 這個富人仍舊是要打算二度匯款 但是被家人及時發現了 騙局才全部被揭穿 答案你的身分證件 蜜蘭姨男子前腳踩剛下車 就被警方包圍攔截 因為他可是一名炸起犯 走慢一點 就在那 就在那 先犯眼看計畫泡湯似乎很緊張 越走越快 而他犯案手法就是專門用話術 進行塔位詐騙 還擔心大白天拿骨灰潭交易太醒目 先請社區大樓保全代位保管 大哥他剛才有這邊寄放東西喔 這個是他寄放的嗎 事發在新北市行裝證明 誠信嫌犯找上無信富人 公稱只要用低價5000元 就能買10個塔位 接下來轉賣就能翻倍獲利 富人不宜有他落入陷阱 沒過多久嫌犯接著繼續騙 謊稱有位大老闆王董看上同批塔位風水 願意花2000萬全部買下 但因為王董想要搭配骨灰潭一起買 所以要富人再用6萬買10個骨灰潭再來轉售 這樣就可以獲利4000萬 雖然有一成的抽成 仍可以現賺3960萬 正當富人打算二度匯款時 及時被家人察覺不對 這才揭穿騙局 必須交付第二筆6萬元的貨款時 那兒子有發覺有意義 那有通知我們 那我們巡線到現場去之後 當場查後辦行 警方貨報和著婦人一同前往面交 當場人贓聚貨 而假接大老闆的王董 當時人也在附近查看 發現刑機敗露想跑卻也被警方帶個正著 將兩名嫌犯通通移送法辦 記者綜合報導